大家好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一起化妝 那我呢 真的已經好久好久沒有跟大家一起化妝了 然後我也很久沒有拍片了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到最後我會跟大家說 所以呢 想知道原因或是想跟我一起化妝的話呢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好的 大家那我們就先從底妝開始 那今天底妝呢 我用的是這個 卡茲蘭的昼夜索妝粉底液 這個粉底液呢 我用下來是覺得它蠻持妝的 而且韓國現在的天氣已經就是漸漸的進入秋天了 用這個粉底液很適合 就是它不會太乾 也不會太油 我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好推開 我覺得它適合很多女生的肌膚 而且它的成分呢 很天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用量也不用太多 就一點點就夠了 我會用氣墊粉撲把它排開 它的遮瑕度也很不錯 但是同時又不會覺得那種很厚重的感覺 就是不會有那個面具的感覺 大家看 這是我已經上完一層的狀態 然後我剛剛說我的用量沒有很多 但是你們看它的遮瑕度其實是非常的夠的 就是我剛剛沒有另外再上遮瑕膏 其實我的瑕疵已經被遮掉大概有個七八成左右了 所以如果你本身皮膚是沒有什麼瑕疵的人 其實光用這個粉底液是夠的 然後你們現在看我可能會有點白的原因 是因為我前面有一盞燈 如果把它關掉你們看其實就是蠻自然的 重點這個粉底液呢 它又保濕又控油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給大家 再來就是遮瑕膏了 然後遮瑕膏呢 千年不變同一支 那遮瑕對我來說呢 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的臉上是那種一有瑕疵就很容易看出來的 然後我用的這個遮瑕膏呢 它是很保濕 然後同時遮瑕度也很高的 然後一樣我會用那個氣墊粉撲把它拍開 好的 這樣子遮瑕完成 好 再來是定妝的部分 那定妝我用的是卡茲然他們家的蜜粉 他們家的這個蜜粉包裝很美 然後他們家的這個蜜粉呢 比起說蜜粉 它比較像是那種水蜜粉的感覺 就是你拍在臉上會有一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它的這個蜜粉會附送一個這個刷子 那其實我前一陣子定妝一直用的都是那種粉餅 就是我一直都是用粉餅在定妝 但是我後來發現定妝怎麼用還是蜜粉好用 所以呢 我最近重新的用回蜜粉了 拿這個刷子在裡面轉一轉 然後稍微抖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定妝在就是你想要定妝的地方 那這一款呢 就是很保濕 而且它不會卡粉 然後我就會比較注意定妝在那種 就是我有特別遮瑕過的地方 像眼睛下面啊 然後 額頭 就是這種比較容易出汗出油的地方 然後它的粉質非常細 它的粉質是那種專櫃的 品牌的那種粉質 但是它的價格呢 又不是那種專櫃的價格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小資族的大家們 然後最後定妝在那個 鼻翼這兩側 它很貼合肌膚 再來就是眉毛 然後我用的眉筆呢 是這個 之前也有介紹過的這個 我呢 現在畫眉毛非常的快速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前陣子 也不是前陣子 有一段時間了 就是我有偷偷的去霧眉 雖然現在有點掉了 但是我前陣子有偷偷的去霧眉 所以我現在畫眉毛就是變得比以前快非常多 然後呢 我就是跟著我的眉型這樣子把它描出那個顏色這樣 大家如果懶得畫眉毛呢 我真的推薦大家可以去霧眉 然後到眉頭的地方呢 就要拿那個刷子把它刷開 差不多到這邊的時候就可以拿那個刷子把它刷開 我會拿這個方頭的刷子把那個這邊刷開 這樣一邊眉毛就完成 再來換另外一邊 好的 大家這樣子眉毛就畫好了 今天好像沒有到非常對稱 但是沒關係 有顏色就好 我現在對眉毛的要求不是太高 只要有眉毛就好 大家再來是眼妝的部分 那眼妝我今天用的是這一盤 也是卡自然他們家的給你們看裡面的顏色 它就是非常的大地色 金手也很適合的顏色 我隨便刷兩個顏色給大家看 它非常的顯色喔 你們看 超顯色 而且粉質又很細 那我畫眼影的方式呢 千年不變 就是大地色 然後 一樣的畫法 我會先用這個顏色打底 非常的顯色 大家看 然後慢慢的往上暈染 暈染到這邊之後呢 再拿一支暈染刷 這樣掃把的暈染刷把它暈染開來 畫到這樣子之後呢 下眼影一樣沾剛剛這個顏色 然後畫在那個眼尾漆字的部分 畫到差不多這個程度之後 再用更深的咖啡色 這個 剛剛的那個顏色下面這個咖啡色 這個 然後畫在那個眼線 睫毛根部處的那個地方 用比較細一點的刷子 然後 就是連接在這個 睫毛根部的地方 就是有點代替 眼線的感覺 你們看它超顯色的 我才沾一點點而已 然後眼尾拉出去 一點點 差不多是這個程度 我今天就是 有一點 下手太重了 因為它真的太顯色了 然後 我剛剛可能沒有就是 控制好用量 所以今天可能會比較 就是稍微顯色一點 好不管 然後再來就是眼尾漆字的部分 一樣 沾剛剛那個顏色 然後沾少少的就好 然後畫在那個 就是這個 三角形的這個地方 然後 我的眼影就完成了 今天沒有要畫臥殘 因為我覺得我的眼影已經夠 就是顯眼了 就不會再畫臥殘 你們現在看可能會覺得 眼影有一點奇怪 但是 如果我把眼線跟睫毛膏 刷上去的話 就會沒有那麼奇怪了 因為現在只有眼影 就會覺得有一點 就是你的眼睛怎麼那麼 就是很奇怪很空洞的感覺 但是我把那些 就是眼線啊 睫毛膏什麼加上去的 就不會很奇怪了 眼線我用的是這一支 之前也有介紹過 那眼線我自己用這一支 是不會暈的 但是 眼線本來就是很 見仁見智 就是我用好用 不代表你們好用 我用不會暈 所以呢 就是看你們個人 畫在那個 睫毛根部的地方 就是內眼線的一個概念 然後眼尾的地方 拉出去一點點就好 好眼線完成了 再來我們來刷睫毛 油很翹吧 那睫毛膏我用的是這一支 那因為我的睫毛本身是那種很細軟的睫毛 就是會很容易塌下來的那種睫毛 所以我用這款睫毛膏呢 剛開始是蠻捲翹的 但是到了晚上它就會有一點點 稍微垂下來 我覺得這一點比較可惜 但其他呢 我是蠻滿意這支睫毛膏的 尤其是它刷出來就是蠻根根分明的 這點我還蠻滿意的 你們看刷完是這樣 就是蠻根根根分明的感覺 眼毛跟眼線畫上去之後 眼影好像就比較不會那麼奇怪了 對吧 好的大家 那我現在這邊眼睛是已經畫完了 這邊眼睛還沒 那我現在先去把這邊眼睛補好之後 我們再回來一起上口紅 等等見 好的大家 我現在已經把兩支眼睛都畫完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唇彩的部分 那我今天要用的唇彩也是 卡茲然他們家的唇彩 然後我今天選了兩支 我正在苦惱要用哪一支 我選了一支是霧面的 一支是那種 嗯 就是那種 那叫什麼 滋潤的那種就是 唇釉的那種 所以我現在在考慮要用哪一支 那我先試在手上給你們看 我先試霧面的給你們看 這在這邊給大家看 它是那種有點絲絨奶油質地的那種 然後就是還沒有暈開來 如果你把它暈開來的話 就很適合現在這個季節 再來是那個 另外一個保濕的這個 這個顏色呢 就比較 就是會讓 男生心動的顏色 在這裡給大家看 這兩支顏色 都蠻接近的 就是很適合現在這個季節可以用 那我先用霧面這一支 打底在整個嘴巴 然後再用這一支 比較保濕的 擦在那個 嘴巴中間 就是變成咬唇妝給大家看 這顏色好美喔 用手稍微塗一下 它是那種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 奶油絲絨質地的那種質地 大家看它是這個顏色 它雖然是霧面的 但是它完全不會乾 也不會齊四皮 它也很持久 就是喝飲料什麼的 基本是不會掉 吃飯可能多少會掉一點 但是 基本上喝個水啊 喝個飲料 沒問題的 那我再來疊這一支 就是那個 保濕款的在中間給大家看 但是我還是要說水潤版的一定會比霧面的這一支 就是掉色掉的更快 因為畢竟它是保濕的 所以它就是沒有霧面的這麼持久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所以如果你是 比較不能接受掉色的話 那你買霧面的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是 本身嘴巴比較乾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買就是 這一支 就是保濕款的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這個專容 我等一下就是要這樣子出去 跟我朋友吃飯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瘦很多呢 因為我最近 整個人非常的可憐 我前陣子不是就是 瘋狂的更新影片嗎 我那陣子真的是 太累了 就是累到自己 不知道自己很累 所以 後來就生病了 不知道生病的點在哪裡 就不是心裡生病 是真的身體生病 就是 免疫力整個下降的那種感覺 就是 全身都很痛 然後 嘴巴破皮 然後這邊腫起來 然後舌頭長水泡 喉嚨也有什麼異物感 然後 也胃痛 頭痛 想吐頭暈 每天都這樣 所以我才很久都沒有上影片 原因就是因為 我真的現在一身病 然後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愛吃的人 但是我現在已經病到 我真的都不怎麼吃東西了 所以我最近就瘦很多 我連飲料都不怎麼喝了 你們就知道 我就是最近 過得有多慘 對 但是我覺得 也蠻好的 可以順便減個肥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這個妝容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呢 大家如果對卡自然這個品牌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去搜尋看看 他們家 我覺得CP值蠻高的 就是 看起來很貴 但其實 就是包裝什麼看起來很貴 但其實他們價位沒有很高 推薦給那些就是 想要買化妝品 然後 不知道要買什麼牌子 然後又怕花很多錢的朋友們 對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喜歡可以記得訂閱我幫我按讚 也可以去我的IG 還有我的小紅書 看我更多的生活 那就這樣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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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